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样子夹起来大概差不多是六个 有的时候是家长热心愁足加入邀请的 但是有的时候是老师希望他这样子做 反而能够达到沟通的及时性 所以我已经有勇气退出两个了 这算有勇气的家长吧 对 我有勇气退出两个 事实上我是用这样子的方式 我观察了群组一阵子 如果说里面的讯息大多过于数物或者是琐碎 我可能就会退出然后我暗示大家说 其实可以用别的方式来跟我们一起沟通 另外一个也是说我一直在训练我的孩子 就有些事情孩子可以负责的 我们就勇敢的退出吧 表示妈妈没有后路 一切只能靠自己 所以你们在群组当中聊些什么 那么聊哪些让你最受不了 其实我很受不了一堆贴图 对 因为你就要表示礼貌 现在大家很讲究这个社群的礼貌 所谓social media它就是一个社交的环境 有的时候已读不回这件事 如果让大家很焦虑 就会开始按贴图 但是你往往看到通知的时候 并不晓得讯息里面的类别是什么 所以好不容易已经25个红红了 赶快按进去看全部都是贴图 其实蛮令人沮丧的 这个时候就会想说那我要不要来退出 大部分其实群组都担任一些 比较及时性的一个讯息 比如说今天集合地点赶到哪里去 或者是说我的孩子今天东西没有带 有没有妈妈可以拍一下课本 让我来写一下作业诸如此类的 所以大部分都是这样比较书物性的事情 阿姨你们家的状况 刚刚你非常有感觉 大概也是 应该也是有七八个以上 因为我有两个小孩 所以再加上体制外的学校 其实要求更多 就是你知道我们还要去学校煮饭 煮饭还有一个群组 每天要问学校剩什么菜这样 其实我是觉得 当然它有好处 就是真的很及时 然后联络上很方便 但是真的也有一些坏处 比如说就有妈妈在里面吵架 就是彼此之间意见不合 或者是说 有的时候我是觉得跟老师的 怎么讲 就是真的太零距离了 让有时候也会觉得有一点压力 对 那会觉得很多双眼睛在看的感觉 就是变成是说 那个沟通都完全是透明的 之前有过一些经验是说 比如说 因为我的小孩在今年六月的时候 到日本自助旅行 他们有一个同学的一个line群组 然后跟家长一起 对 你知道家长都是很想要知道 孩子最新的消息 所以就每个家长很焦虑 叫孩子回 或者是说 因为可能孩子不回 他就在群组里一直发 或者是说就是会很焦虑 老师也很尴尬 因为老师也不知道怎么回应 所以这些东西都会很难避免 我个人最讨厌一种状况 还有一种就是 刚刚讲说贴图对不对 我最讨厌一个状况叫转记 就是明明它就是一个 用来沟通的输入性的一个line 然后就有一堆人很喜欢在里面 分享健康资讯 然后又常常不是正确的 然后又分享一些什么奇怪的 什么讯息 然后又是假的 所以常常我就很受不了 我常常都会很直接说 可不可以不要在这里转记讯息 尤其是跟课程无关的讯息 因为就像刚刚讲的 就是常常你看到树资会很吓人 一个早上会一个半天没有开 几百个你知道吗 在那边喂毒 你就很害怕 真的发生什么事情 那当时要不要加入这line的群组 会不会让你困扰挣扎 其实我自己的习惯是 一旦这个群组的输入性消失 我就立刻退出 比如说他们日本回来我就退出 或者是说我不用煮饭了我就退出 你看所以从家长层面来讲 也是会挣扎也没有这么喜欢的 那么老师你呢 你加入吗会不会挣扎 第一个我也有家长的身份 那因为我们本身也是老师的leader 比较特殊 所以原则上来讲我们是 尽量或绝对不加入 绝对不加入 我们有一个特权 譬如说我们可以因为怕其他家长误解说 你这个老师的孩子会不会有特权 所以我们索性不加入 这是一个方法 第二个叫做说 事实上其实两位先进一刚才讲的都很对 因为那个line群组构成我们太大困扰 我们一般来讲大概这样可以分几种特别的类型 譬如说像刚才讲的经营型的 他常常在群组里面倡议一些事情 那你老师做还是不做呢 那或者是礼貌 老师回或不回都是问题啊 礼貌型的像他讲的 你就会发现他一堆的贴图 然后一大堆 然后你看也不是不看也不是 然后要不然就是像刚才讲的一直问安 每天早中午晚定时问好 那再还有一种潜水型的都不讲话 那时候会造成老师另外一种困扰叫做说 line它有它的功能 譬如说刚才讲的即时讯息的传递 那我也不知道你看了没 也不知道你到底yes or no 就是真的我有讯息要跟你讲的时候 你也不讲 最后一种我们最害怕 反对党型的 你不管讲什么事 他都会直接回一句话给你 这样对吗 他也不见得会倡议什么 这样可以吗 可以这样吗 那说实在那时候 你就可能要写一大篇文章来回应他 你就累了 就是这样 好 我们来看看那么在line群组上面 到底师生之间 应该说是老师跟家长之间 讨论些什么呢 以这个来讲好了 你看张老师你好 我是某某某的爸爸 如果小孩在学校有任何问题 可以用line来通知 他直接要老师用line来通知他 老师只好回好的 然后再画上了一个可爱的贴图 另外来看老师有多么的辛苦 老师这绿色全部都是老师传的 学生在开学之前学用品的准备 现在也做好答案要传了 另外哪一天返校时间是怎么样 要带什么东西也传 还有包括了二年级新学期的 学习计划 跟希望家长配合的事情 都写得好好的 直接跟家长来沟通 现在变得不是跟孩子讲话 读书的不是孩子吗 怎么全部跟家长来沟通 还有个问题 你看这张某某某的功课 比他姐姐差很多 还希望老师可以多多鼓励他 多用功读书 老师说好 我会尽力 然后老师也很不错 要告诉他你这孩子是有特点的 他做事很认真负责 是一个有潜力的孩子 你看老师还要特别 来鼓励家长一下 然后家长再回答一下说 谢谢你的夸奖 他也很好 那么就是不读书爱工作 就变成这样类似的问题 像老师你刚刚提到说 在这个沟通上有非常多的问题 在你们接触上 很多老师有的抱怨是什么 大部分老师基本上来讲 期待LINE就像我们中间 刚才中间那个图一样 是能够直接po 学校希望家长配合的讯息 但是老师的困扰 就像我刚才讲的一样 很多的家长会把那里当成 社交的原地 社交互动的原地 有的时候甚至要求老师 一定要组 而且不加入的家长 他会敦促老师去敦促那个家长加入 可是有的人就像刚才讲的一样 我不见得有这个期待 老师就变成说他有另外一种压力 再来就是在里面 甚至刚才讲的家长会吵起来的 他们又都期待老师理应做个调人 但实际上做不来 最后一件事就是像刚才最后一页图的 就是不断的指导 透过LINE来指导你 你应该怎么指导我的孩子 大概是这三大类会构成老师的困扰 还有一些家长他有非理性的期待 觉得你读了要马上回 对 那种我们已经习惯了 所以我们LINE的礼貌是很够 他认为说你如果已经看到你读了 譬如说即便是我跟你讲 刚才我讲的反对党型的 问你说可以这样吗 如果你后面都没讲话 那你完蛋了 那接下来他反不完的事情了 即使是最简单的一件事情 譬如说明天应该是八点到校吧 假设是这样 那老师也应该要回 他如果 老师如果没有回 那因为我前面已经写了 我明明已经写说明天请八点到校 他就再附送我去明天是八点到校吧 如果你这时候没回 你又麻烦 他觉得你这个老师没礼貌 我们就遇过这样的案子 他就跟其他的家长讲说 这个老师一点都没礼貌 最好玩的事情是其他家长出卖他 再把这个贴图转给老师看 超尴尬的 就变成彼此之间关系都变得不太好了 对 就很奇怪 OK 其实有一个妈妈跟小孩 聊到群组上面的问题 这个小孩他就告诉妈妈说 其实不管是要写什么样的作业 或者他们在学校里面优良的表现 因为很多家长问这些问题 结果这个孩子就说 老师讲过好多次了 我们都知道 我们同学都知道 但是偏偏有一些家长 他就不信任孩子所讲的 因此他就要再帮孩子来问一次 造成什么样的反效果呢 包括这个孩子就觉得 我不用听 老师讲的时候我不用听 因为妈妈也不信任我 妈妈还会再问一次 主任以你观察这么多年 这些会产生哪些负面影响 其实小朋友家长如果过度的关心 或者是不信任孩子的话 反正他以后就不 就像主持人讲他就不听了 反正妈妈你会再问 你会再帮我处理后面 通常我的观察是这样的孩子 其实直升机的父母越多 管得越多 其实将来孩子长大出社会 他的能力是越弱的 因为父母亲都帮我打点好一切 在台中有个例子 有个国中老师啊 他要求班上所的孩子 都要加入LINE的群组 说是可以讨论功课 还有公布考试的答案等等 但是问题来了 有家长反对 而且孩子原本没有手机的 开始跟爸妈要手机 同事讨论工作 三五好友聊天打屁 LINE设定群组 同时间可以让很多人都参与 台中一所国中 老师设立班级群组 讨论课业发布考试答案 结果引发家长反弹 说孩子一天到晚盯着手机 担心老师传讯息 还有孩子本来没用手机 吵着要买 怕漏掉讯息 以彰化这所国中为例 班上37个学生 有10个人没手机 老师拿出他的手机 设立了班级群组 但对象是学生的爸爸妈妈 因为有的家长不太知道说 独立研究的做法 虽然跟学生报告 但是我们还是在这边LINE LINE给家长知道一点 会上传到LINE的内容 包括学校规定的事情 或是一些活动时间以及细节 如果非常重要 除了LINE之外 还会另外打电话告知 会想加入讨论功课 然后可以生出一些事情 有手机的学生认为 用群组联络很方便 没手机的学生说 反正家里有电脑也是可以LINE 师生社群组 就算只讨论课业 最好约定使用时间 避免学生一整天挂心 没看手机不安心 搞得学生到现在没看手机 也不安心了 宜君身为家长 你认同这样的做法吗 其实我相当不认同 因为刚刚我们看到那个例子 其实有几个问题 第一个是他的沟通 内容是没有层次的 所以正式的跟非正式的 公共的跟私人的是混在一起的 在这样子阅读讯息的时候 其实你非常容易遗漏 再加上你也不可能再去确认 到底谁看了没 他只会统计数字 他并不会显示名称 所以其实这样子一个沟通的 讯息的混杂 我认为在沟通效率上是非常差 孩子的部分也变成是说 其实有很多孩子 会去看妈妈的手机 他如果没有的时候他会去看 对耶 看的时候发现老师说 某某某同学不爱念书 但是很有潜力 这样子我知道了 那其实对孩子彼此之间的隐私 还有就是刻板印象 其实他们在沟通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也相当的不好 而且让孩子从很小 就被手机绑架 这当然也不好啦 我们都不希望他玩太多的3C 用太多3C 所以老师你觉得 什么样的问题 用什么样的沟通方式最有效 其实即时通它就是即时通 简单讲就是 如果有立刻的讯息 必须要让家长清楚的时候 原则上来讲 LINE才会有价值 一般来讲我们鼓励 包含讨论孩子的问题 像刚才瑞慧讲的一样 原则上我们是鼓励老师 要跟家长做直接的沟通 Face to face 再来就是有一些 其实涉及到 家长自己群聊的东西 其实它不适合 带到学校里面来 那再来是像刚才讲的 我们也不是很赞成 就是说 第一个它会造成 社金地位本来就不见得 每个人都能拥有手机 对 没错 你要求孩子一定要用 特定的群组来沟通 其实是不恰当的 讨论功课 我们用合作教学的时候 其实最重要的 仍然也是 学生面对面的教学 像以前我们在教学的时候 我们会让 就是说每一群组 我们会建议 当然前提是要先跟家长沟通 就是 可不可以在 家里有空的时候 固定的可以在 这一组的小朋友 固定的邀请 这一组其他的小朋友 他就在家里直接 研讨功课 下一次换另外一个家庭 类似这样的话 那这样的话 可能比在LINE里面好多了 嗯哼 我们等一下要来看了 那么现在很多老师 觉得他们压力真的太大了 变成所谓的刺猬老师 甚至有个调查 三分之一的老师 居然有忧郁请丧吗 稍后回来 欢迎来到 在下大国民 我们今天讨论的是 老师跟家长之间 如何是伙伴关系 可以好好沟通 用LINE的群组 不见得是最好的方式 那么到底 什么样的方式比较好 待会会告诉大家 我们先来看老师的一天 到底有多累 时间上的压力真的很重 你去上学 妈妈真的打呼快来不及了 自己孩子的早餐 没空料理 为了是当个敬者的校户 换来的却是不可理喻 从第一节课开始 老师的热血指数 开始受到严护挑战 为了学生课业 编尿是维尸者的通病 抽不出时间 还得处理一堆 莫名其妙的杂事 还有艾滋病的材料 谢谢 还有狂犬病的材料 从登革热 艾滋病 狂犬病 甚至书包的重量 老师都要管 多达22种细项 检查表和回调 老师就像保姆一样 什么都要处理 热血指数 早到中午之前 就已经耗尽 而且学生的尊实态度 和家长支持老师的道理 已经大不如前 老师 我爸爸说 你不会交得太快 不是我们不愿意去做这些事情 而是说这些事情真的很多 我们比较希望得到的是 外界对我们的认同跟尊重 透过微电影把国小老师工作内容情况 完整呈现出来 idea来自他 教授20年董老师 他发现 近年来少子化和家庭教育的改变 让老师付出越多 不过得到掌声确实越少 也让原本满腔热血的老师志愿 现在确实圆梦了 不过却也跟想象中差了好远 老师的一天真的很忙 面对家长 还有教学上一大堆的压力 热情真的很容易被磨掉 那么在康缺幸福利大调查里面 曾经就调查过 老师前三名压力来源 有两个是跟家长有关系的 第一个家长太溺爱孩子 影响教学 这占了47% 对家长来说 对老师来说是困扰 那么第三个 家长无法协助教导学生 也造成了三成八 这个老师觉得 这是一件相当大的困扰 而另外 也就是我们杨老师 当时也做了一个相关的调查 老师的忧郁倾向调查 你告诉我们 你们做出来的结果如何 结果就是大部分老师 基本上来讲 接近四成都已经是 必须要去治疗的程度 四成 另外还有四成 基本上来讲 已经开始有忧郁的倾向 对 忧郁的倾向最麻烦的一件事 是他会开始对他的 认为不安全的环境退缩 简单讲 他会在他的职场开始退缩 现在的老师承受的压力 真的跟过去不一样了 以前面对一个家长 现在面对的是 现在面对的是 各种不同的客户 怎么说 简单讲老师最大的问题 我常常讲 如果我是个面包师 我非常清楚 面包要做到好 做不好我会被骂 没有问题 但是你大概不会理解一个状况 叫做做得好也被骂 做不好也被骂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意思呢 就是说老师的问题叫做说 全班假设有35个孩子 他有基本客户35个 但是如果真的只是这样 没有问题 因为这35个人 常常彼此意见不一致 而且都期待老师 应该照他的意思做 因为自己的孩子最重要 把他的孩子洗不了 那再来是 同一个孩子 如果真的他的父母意见 是一致的 我们也蛮好处理 我们更麻烦的问题是 像我遇到的问题叫做说 爸爸跟妈妈就认为 对孩子的功课的量 就有完全不同的见解 爸爸觉得出太多 妈妈觉得出太少 那都要求老师说 你不要管那个 妈妈跟你讲 你不要管爸爸跟你讲 你照我的意思做就对了 而且还卷入了家庭就分 所以其实老师 不只35个客户 他是70个以上的客户 因为我刚才讲的 只是爸爸跟妈妈 我们千万不要忘了 现在孩子有六个口袋 对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 所以老师面对的客户 是孩子数乘以N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最大的困扰在这 就是客户的意见不一致 以至于老师不知道怎么做 才能让客户满意 也因为老师承受很大的压力 所以有的老师 有的退缩 有的是更加防卫 变成所谓的刺猬老师 遇过吗 是啊 其实我还有老师的朋友 他说他下辈子 再也不要再做老师了 可以别当老师了 对 因为他其实 现在已经变成最卑微的服务业 尤其是现在的资讯非常开放 然后大家都觉得 老师这个角色可以视为了 因为我可以在网路上 有非常多的课程可以选修 所以在专业上面被质疑 而且他不能抱怨 别人可以辞职不干 老师辞职不干 会说你没有道德 你没有热情 没有爱心 对 没有爱心 所以其实老师现在这一行 真的很难当 我曾经碰过 听说过一个刺猬老师就是说 他其实开始变得很防慰 我猜他可能也 像刚刚讲的 有一些忧郁倾向 所以他开始会担心 他的所作所为一言一行 甚至赖上面 是不是都会变成成堂正贡 所以他用字潜词非常小心 但是当老师这样做的时候 事实上他在沟通的效率 就会大打折扣 因为他不容易说出真心话 他会有很多的包装 其实对家长 对孩子来说 都是相当不好的 在刚刚这张表格当中 还有一行要来告诉大家 也就是曾经做了一个相关的调查 如果可以的话 居然有超过4万名老师 27%的老师 选择下辈子不要再当老师了 就可以知道老师的压力有多大 阿姨有遇过这样的状况吗 我儿子在念体制内的时候 他的三四年级的导师 其实我是很钦佩他的 就是很好的一个老师 他很有方法 我觉得带孩子 像我儿子都说 他从来没有看过老师大声说话 可是他们班却是井然有序这样 结果我一直都认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 又还有一次 就是在路上逛街的时候 遇到另外一个学生的家长 然后因为我们已经转走了 所以后来就聊了一下之后 才发现原来他觉得 那是一个非常差劲的老师 然后就是彼此的 完全认真差很多 我才第一次想到说 原来我眼中的好老师 对方是觉得很糟糕的老师 对 他讲出的很多事情都是 可能就是一体的两面 比如说举例来讲 以前幼稚园也发生过 我儿子在学校幼稚园的时候 有一天早上比较早去 就发现家长们在抱怨 抱怨什么呢 就是抱怨说 为什么小孩子下午没有吃饱 中午午餐没有吃饱 我就有点不明白 我就说午餐没有吃饱 是什么意思 他说因为孩子下午回来 就喊肚子很饿 我的认知是在学校运动量很大 所以下午回来很饿 我觉得很棒 就没有想到 他们的认知 却是觉得说中午午餐 因为幼稚园老师 没有把小孩能喂饱 这样子 所以其实你在同一件事情 就会有完全不同的想法 确实我觉得 老师在某些状况上 真的是会很难为 然后再来就是 老师不接电话这件事情 其实我们以前学校也有发生过 就是老师被抱怨 后来那个老师很委屈 就是他说 因为他小孩很小 他刚请完产假回来 他小孩还是很小 所以他没有办法一直接电话 而且幼小的小孩很容易被吵醒 所以他的手机会关到静音 结果就有家长觉得说 下班之后就联络不到老师之后 让他觉得很困扰 所以这个事情 我觉得有时候也是很为难 就是说 我们都希望随时随地找到老师 可是老师他有他的排程 他有他的工作 而且他有他的生活 所以有的时候也遇到一些家长 比如说早上送小孩去之后 就站在那个门口 跟老师聊天 有没有 老师也很为难 因为他在那边 他想要赶快把座业收起 要改 干嘛 他很多事情要做 可是家长一直不走 他就不好意思 所以什么样的家长真的都有 但是以我们来讲 我们其实做家长 也会觉得很难为 是说 其实很多家长都还是 在台湾的教育现场 其实还是很弱势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小孩在老师手上 所以很多事情 家长是不敢讲的 真的遇到困扰 比如说像刚刚讲的很多 老师有问题 我们以前有遇过 老师他上偶 就是另一半不在 结果老师情绪大变 在学校里面有非常多的问题 然后还有一些老师 他本身可能就有 刚刚讲的忧郁症 他把小孩 觉得那个小孩 讲了三次 是讲不听 他把书包丢到垃圾桶 都有遇过 可是这样的老师 家长其实又不敢讲 为什么 因为害怕 就怕他整你的小孩 所以其实你说 到底哪一边是弱势 我觉得也很难说 就是他是一个恐怖平衡 你知道吗 但是 我们希望他是一个 比较良好的合作关系 不要变成所谓的刺猬老师 或者接下来 要跟大家讲的 有人用怪兽家长 这几个字 那么到底 所谓的怪兽家长 带给老师哪些困扰 大家是不是这样的类型 稍微回来 在台湾亲师关系越来越紧张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现在孩子生得非常少 所以家长很溺爱自己的孩子 因此就被老师口中形容 所谓的怪兽家长了 怪兽家长第一种类型 很多老师觉得说 他们好像被当成了庸人 或者保姆一样 所有的事情 他们都得来做 甚至还要接送小孩 我们遇过这样的案例 还两件 就是家长认为说 其实应该帮忙接送他的孩子 就是前一天晚上打电话来说 第二天我刚好有事 老师你可不可以上班的时候 顺便来我们家接孩子 所以家长其实很有礼貌的是顺便 老师有打电话问我们 说适不适合这样做 我说你一旦做下去 以后你可能每天都要顺便接送 所以我们是建议 不要做这样的事 就是不要做你职业奋纪以外的事情 就是还是应该维持一个专业关系 大概是这样 然后其实家长对老师的期待非常多 除了接送以外 譬如说 会把老师有时候真的当家里的用人看 但是家长不是这样的心态 说我故意要意识你 但他常常就会觉得说 其实你在学校 你看孩子八小时 我在家里差不多也看八小时 所以原则上来讲 你应该协助我做很多事 譬如说 下课记得要提醒他喝水跟尿尿 对 譬如说孩子不小心生 这是真的 我讲的都是真实的事 譬如说 那个孩子生病了 那么麻烦 几点的时候麻烦要帮他喂药 那其实像这种事情我们都建议老师 一定要跟家长沟通清楚 这是专业人员做的事 我们真的没有能力做 因为万一做错了 麻烦更麻烦 那有的老师会觉得说 那没有关系 我就提醒你 你自己吃 那一样又被告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孩子吃不好 你老师在旁边 为什么都不指导他 所以像这样的东西 其实我们真的觉得 你应该在家里指导好 那家长认为老师最该做的一件事 就是说你是老师嘛 所以什么事你都该教 我用这个东西做个简单的结束好了 譬如说 现在的鞋子还好 以前我们遇过家长认为说 老师你应该教我的孩子鞋带怎么打 因为我在家里不会教 老师你应该教他筷子怎么用 因为我不会教 这都是家庭教育的功能 爸妈该做的 所以其实老师有时候会觉得 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 就是我也不是不能教这些 但是似乎他就会真的就是 刚才前面先进讲的以外 家庭教育的功能反而未来会失调 这是老师担心的 主任你也遇过这种要喂药的情况 你自己很困扰 通常这个大概是在幼儿园 或者是国小低年级 比较会发生的状况 家长会写联络簿 因为他上班 所以提醒老师说 是不是方便早上十点钟 提醒某某某吃药 那说真的 老师一天到学校要改作业 他自己有时候 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老师 他都要上课 匆匆忙忙快去快回 那通常 是 老师自己会忘记 所以老师其实有很多 都得尿道炎的这样子 所以我这边都会建议那个老师 第一年级或幼儿园的老师 像这种状况 有的时候可以 看到联络簿以后 提醒全班的小朋友说 某某小朋友 10点钟要吃药 你自己要提醒自己 短针到10的时候 你要记得吃药 或者用同才的力量 同学的力量提醒老师 前半提醒 对 该吃药了 对 但是对于这种保姆 或者是庸人的这样的功能 你们自己身为老师的感受 其实并不很好 因为感觉我们除了教书之外 还要负担很多很多 就像刚刚讲的 家庭教育 家长教不来的部分 通通塞到学校来教 比如说不会绑鞋带 不会拿筷子 然后对长辈讲话没礼貌 这种等等等等的 应该是家庭要交好的部分 通通都希望学校来教 所以学校老师真的是压力 我不敢讲 就是说真的是一年比一年 还要增加 辛苦 对不对 真的 老师好像要有 三头六臂一样 除了有一种 把这个老师当作保姆 或者庸人之外 另一种就是很喜欢 指导老师做一些事 对 其实我觉得 我觉得有些家长可能就说 他是比较专业的 举例来讲 比如说像我是卓文老师 可能我们在安庆会 我是没有这样做 可是像老师现在都很谦虚 老师都会说不好意思 那我们这个专业的家长在这边 你要不要来讲 几句话或干嘛的 那其实我觉得 确实是有一些家长 他会提出一些意见 像现在尤其是功课的问题 像我前两天就遇到一个读者 就说他很困扰 因为现在翻转教育很红 他就说 他们这个老师很热血 就是在学校里面执行翻转教育 可是有个问题 他的作业 包括翻转教育的作业 包括传统教育的作业之后 孩子就回来就是应付不完 所以他就前去跟老师讨论之后 老师就觉得 你是要影响我的教学 所以这个时候 我觉得有的时候是 真的就是一个沟通的问题 就是说你到底是 要影响教学 还是说你真的是有困扰 我觉得这个东西 老师跟家长之间的界定 有时候就会很模糊 对 那再来就是说 像某些时刻 像我确实也是 有时候会忍不住 就会说 因为老师教学方法 确实有的时候 会有一些状况 像我小时候就遇过一次 就是我爸爸在联络不上 就指责老师考卷 答案是错的 那结果老师非常生气 对 因为他就说就是 我记得那次是一个立方体的 就是一个东西 因为容积的单位跟体积单位 其实是不一样的 但是他公布的答案 他问容积 答案就是体积的单位 所以我爸爸就纠正他 他非常生气 那那一次 所以你知道 我小时候很可怜 在学校里面 老师觉得家长难搞 額头上四个字的 看到你就想到家长难搞 因为他有一次 我记得还有一次 是小学六年级 那时候就是几位数 三位数点一点 四位 结果我们老师教 是叫我们四位数点一点 因为中国字是各十百千万 点一点 可是国际上来讲 是三位点一点 所以我爸爸又纠正他 就老师就哭了 当天老师就哭了 老师 我就在想说 到底是我爸怪兽 还是怎样 可是这个时候 其实确实 就是说我觉得在亲事沟通上 就是会有 产生很大的问题 老实讲 其实老师也不是各科都专业 真的是这样子 有的时候你碰到 教学上的遗议的时候 那就会有产生这样的问题 现在确实很多高水平的家长 那么他们也认为说 自己很有教育的理念 很知道一些专业上的东西 老师你们会不会觉得 啊 这么厉害 就你们来教就好了 有些老师会这么想 但是他也不是非理性 因为最大的问题在哪 你知道吗 譬如说我们自己在大学兼课 实务上来讲 如果我是一个 纯粹象牙塔里面的学者 会出一个问题 其实老师真正的 老师 就是一般中小学老师 他真正的专业 并不在于知识 他是在于 怎么教给他的目标对象 就是怎么教学 那么其实我是没有能力去 教那个孩子的 要透过老师 但是因为 就像刚才安姨讲的一样 就是说 Maybe 我觉得你就教错 其实我是 我们都会建议老师 如果人家讲的真的是对的 我们其实应该 是要借力使力 这个时候其实你也轻松一点 我们通常争议比较大的是 派点不同 你知道学者最care派点 就是我就告诉你就不是这样 网路上有一个流行 最厉害的一篇文章 就是在骂说 家长故意说 你看老师这个数学怎么教的 教的那个算出来 答案都不清楚 然后结果人家教的是概述 本来就不能那样教 但是我也相信 那一位家长他真的认为 就是不能这样教 但是因为他取得不了支持 所以他当然就拿出来 变得好像来讽刺老师 然后这个时候 其他人当然又会把它平衡回来 拉回来讲什么 就是说 我们通常就会建议说 真的未来 像美国他们的PTA的概念 就是群疗的概念 不是LINE那种群聊 是说其实最好能够在 亲师沟通的时候 有不同的老师 跟不同的家长 就比较能够看到 比如说像阿姨刚才讲的 就是说 可能都只是我个人 跟你之间 意见不同的问题 他其实一个群组 比如说教室的专业 跟家长们的共同期待 其他其实是有个 可以达成一个共同点的 而不要都回到自己的主观 就比较不容易沟通示交 还有一种家长 应该遇过吧 咄咄逼人的家长 好像自己是名代一样 来直询寺 是啊 很多 有的家长 甚至他的激动力非常强 孩子在下课打一通电话 他会立刻插到学校来 直接跟你讲说 而且他是家长委员的话 对 家长委员是天天来 天天寻校园 对 我们讲的是那个激动性强 就是他可能讲说 上一节课你讲那什么东西 就如此类 甚至每一年都发生 直接到学校 用暴力攻击老师的事情 每一年现在都有发生 家长 攻击老师 之前好像新闻有伤 对 每一年都有不用之前 你今年就有 明年你等着看一定也有 这个是我们最伤心的地方 就好像医护人员我们也在讲 就是说 你可以跟我意见不同 我们甚至吵架都没有关系 但是你没有必要来打我 最离谱的事情就是譬如说 直接说你怎么可以体罚小孩 就啪一般人打下来 结果后来证明 是小孩说谎 老师从来没有这么做 再来有一种他是不会亲自来指导你的 但是他会在 譬如说开班亲会的时候 或者我们又回到最前面那个line里面 他会直接告诉你 什么其实应该怎么做 什么其实应该怎么做 就是他都有他的意见 可是他可能比较忽略的事情是 我们现在网路的俗语 你只想到你自己 他忽略是其实每个人 可能他有不同的想法跟期待 老师都是折中 老师到底不是固执己见 大概是这样 好 这样听起来 所谓的刺猬老师跟这个怪兽教掌 感觉就要一触即发 大战就要开始了 到底亲事之间沟通怎么样 哪捏是最好最有效的 稍后回来 这亲事之间关系还得了 怪兽加上 加上刺猬老师 看起来大战就要一触即发了 所以呢也有人说 这老师好像被当成服务业一样 过去尊师重道 这个观念现在都没有了 老师被变成了像服务业 而且还要以客为尊 那么有任何的不顺 就开始有客诉来了 所以呢 现在被形容说是消费者 意识失控的父母 才是所谓这种怪兽父母 产生很多的问题 而没有专业标准的老师 包括他们来处理 这个家长的相关投诉事件的时候 没有一个认为的标准化程序 而且在这样的恶性循环之下 那么老师的评鉴等等 这些争议恶性循环之下 就变成了双方有点对立的状况 请问一下杨老师 被投诉的状况 老师现在应该遇到很多吧 你记住了老师 遇到很多 自从台北市发明了1999之后 现在各县市也都返校 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说 其实居民不只是家长 就是他有任何事情 通通透过1999抱怨 1999他理论上来讲 本来是应该当协调者的 但现在变成说 基本上因为现在是民主时代 所以只要遇到这种问题 不管真的假的 就请你写报告 都要写报告 然后我们经常这样讲 如果你好好的写 大概写三篇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你还敢顶嘴 或者其实你找不到证据 证明自己真的没有做这样的事 那你可能就是变成 换来十几篇的报告 说个夸张一点好了 譬如说他可能有一个是 直接说校长上酒家 那这个事情其实很好查 有或没有 那校长就写我没有 不行 那你要证明说 那那个时间你在哪里 我们学法律都知道 哪里是我要正极无罪的 应该是你来证明我有这样 应该无罪人 你应该拍下来了 然后我再好好解释 那该怎么处罚就怎么处罚 不是 其实应该这样讲 投诉者他也没有这样的期待 投诉者只是整理冤枉 因为他知道你要写报告 他也知道当学校开始愤怒 或老师开始愤怒 所以我觉得说你诬告 我要争取我的权益 我要告你的时候 重点来了 1999是不提供 投诉者的任何基本资料 现在柯P虽然同意说 现在的投诉者 都必须留下基本资料 但是他还是不提供给你 变成说你永远在名处 被他玩假的 我们现在不能讲那个 就是被他一直玩 所以原则上来讲 其实老师遇到 这样的情形的时候 真的就是非常非常沮丧 他真的所有的热情都被磨失 就是说我每天的工作 已经变成写报告 就是这个样子 刚刚李次郎讲说 除了老师要写很多的报告 其实我们在第一时间 通常不是老师接到 都是学校的行政接到 然后再请比如说这位老师 到校长室坐坐 了解状况 那其实学校的行政 或校长也不会没事 这边讲的30篇 可能包含学校的行政 对这位老师做了什么调查 或处理方式 那我倒是觉得 如果真有家长投诉的 这样的状况 我们去发现问题去解决 那是正向的 但是其实 有的时候很多的家长 他要跟学校的老师 沟通的时候 他就直接跳 就越级就直接1995 我个人是 对 不太赞同 我认为 比较好的方式 应该先跟老师沟通 面对面沟通 如果沟通不来 才请求学校的主任协助 校长协助 让校方自行去处理 真的真的不行 再朝1999 我觉得程序是这样会比较好 因为从上面压下来 任何人的感觉都是不太好的 而且这样对亲事之间关系 还会造成什么样的循环跟效果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 我觉得就是家长会怕 就我刚刚讲了 台湾的家长 大部分的一个观点还是说 我的小孩在对方手上 所以你知道 当我每次去跟学校老师沟通的时候 很多讲到说 你好有种 你敢去讲 比如说那个题目太 就是比如说考试题目 比如说越过界 或者是老师教学方法 有些状况 像我的话 我会写联络簿 跟老师约时间 然后我们再来谈 其实我自己的经验是 大部分的老师的回应 都是善意的 都是可以解决的 所以像我的小孩 念公立学校就是六年 再加上后面的孩子三年 其实九年以来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当然 我后来当然有碰过 真的不好沟通的老师 但毕竟他是少数 就是大部分老师 其实他都是 看到问题还是可以沟通的 可是我觉得大部分家长还是怕 就怕说 万一我讲了什么事情 你会找我的小孩麻烦 所以很多家长就毕掉 直接就是去找上面 去找校长 或是去找主任 或是 其实大家都忽略 还有一个很好用的地方 叫家长会长 就是用家长团体 先去做协调 可是当然就是 你越籍之后 其实那个状况就会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上面的人来关切之后 老师可能还来不及 反映说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他就收到了一些通知这样 我觉得这是一个最大的问题 另外还有一种 就是说 我觉得家长没有按照 就是尊重老师的方式 去做沟通 比如说他就会觉得说 我随时打电话 你就要回复我 否则你就是不尊重我 或者是说 老师可能有时候 会去询问孩子 对家长一听 我跟你讲的事情 你就跟我小孩讲 那就是不得了的事情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 那都真的是 双方的一个沟通问题 杨老师你刚刚提到说 写报告的时候 自己提不出证据就糟糕了 所以有一些老师 会自我防卫 开始用各种方法 来存下证据 我必须承认 我们现在也都是鼓励老师 对于特别的状况 要开始自我保护进行收证 怎么做啊 你们都好是怎么做 譬如说我举例 譬如说 我再强调一次 是特殊的状况 因为老师也没有能耐 去对每一个人收证 那太累了 举例譬如说联络簿 对 我们觉得联络簿 我们曾经遇过 这样的一个案例 就是说联络簿在 在起征送之前 联络簿突然不见了 就是孩子突然搞丢了 那其实后来又跑出来了 所以我们就相信 这些都是特别的状况 所以我而且 跑出来以后 我们发现有被篡改 所以我们甚至会建议老师 比如说联络簿 你平常那些东西 现在还好是那个 像素发达 可以都用照相干嘛 不像以前照个像 还要花很多钱 然后影印的话 可能他没有证据能力 都会有这些问题 那譬如说 有的时候我们会建议说 班级教学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做 不要特定人 就是整个班级在教学的时候 一个空拍的这样的一个录影 你就可以大家了解很多状况 那我们也遇过 一样的事情 就是说 其实有些老师会做over 譬如说 他就特别去拍某些人 然后拿去给家长说 你的孩子就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maybe 他的孩子真的是这个样子 但这就是一种挑衅 像跟韩姨讲的一样 我们觉得没有必要 而且变成直接的冲突 但是更有趣的事情就发生了 譬如说 我们以前最早期 老师是怕被录影的 不是说他自己专不专业 是没有人习惯面对摄影机 就是这个样子 现在我们发现有被告的 是刚好颠倒过来 是因为老师要录影 家长告 说你这样妨碍我孩子的隐私 笑笑 所以这种一触即发的关系 maybe我们也真的希望说 能够有一些共同的专业标准 来证明说 老师的某些举措是OK的 坏就坏在 譬如说前一阵子 非常倡议的教师评鉴为例 我们非常反对的原因很简单 只有一个理由 我们问了主管机关 如果老师做了教师评鉴之后 不是很多人认证说 那杨毅峰是个还OK的老师吗 那这个时候 如果我被乱投诉的时候 可不可以免责啊 我的意思 我真的没发生 教育部说不行 这是两回事 简单讲你就是花了一大堆时间 不用好好教书 去准备这些资料 好不容易准备完了 你被认证是一个OK的老师 但是结果还是一样 还得面对这么多 不要的问题 你还是每天得做 不断被指责的服务人员 就是这样 事实上老师还要花很多时间 去排解情绪 而且这是真的会排挤掉 所有其他教学的时间 而且比较严重的 对家长来讲 这样亲事之间没有互信的话 其实对孩子也是很大的伤害 是的 而且甚至会影响到孩子 因为孩子在学校的时候 他多少会了解自己的家长 跟老师之间 可能会有一些情绪产生 在学校的互动 就会感觉非常奇怪 还有如果在LINE群组里面 不小心被某个家长知道 现在某某某跟老师闹得不好 的时候他可能还会担心什么 说老师那这样子 你是不是花太多时间 在那个孩子身上 你都没有时间 照顾我们其他的孩子 所以又引发了另外一波潜在的危机 更多的家长严正以待 开始搜集证据来观察 老师是不是太偏心 或者是他耗掉了太多教学的时间了 我们也来看过去的老师是很受尊重的 但是现在在亲子天下2014年的调查 三成六的老师觉得自己不被尊重 而且好像变成服务业一样 24小时得要服务之外 还常常会被客诉 而这对老师来讲就希望说 背后的校长是不是可以来挺他了 但是校长圈流传这样一个顺口溜 说校长有三权 赤手空权 有责无权 委屈求权 听起来校长好像是没有办法来仲裁 或做任何的事情是这样吗 我这样讲好了 我校长好朋友非常多 但是他每次讲到这个 我就说真的是胡说八道 我经常这样讲 政府民国38年 拨迁来台到现在 校长的状态始终一致 从来没有校长说 我要你这个老师走你就可以走 因为教育是一个中立的行业 本来就不可以任用私人 实际上来讲是到现在为止 所有的校长领选 你会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 大家还是拼了命的去考 从来不缺 然后他说 但是我真的这个职业 真的没人要干 我不太相信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觉得校长确实有一些东西 就是他跟老师是遇到一样的困扰 简单讲叫做 因为民主以后 当家长投诉老师的时候 像刚才瑞惠讲的一样 他其实同时也在针对 学校的校长跟主任之类的人 所以他们遇到的压力是一样大的 第一点 第二点我也同意他们 甚至比老师承受更大的压力 为什么 因为老师对校长也会有误解 那这件事你怎么处理的 你为什么害我变成这个样子 那可能校长本来也不是故意的 所以我觉得校长 他真的也变成一个最大 他也遇到很大的压力 那他也不知道该怎么排解 简单讲就是 如果要为教育界的人 在这十年来选一个字 那就是悶 大概就是这样 但是很多校长是双手一弹 说他是有则无权 绝对没有这回事 绝对没有这回事 因为我们现在所有的机制 校长确实不能立刻叫一个老师走路 这是真的 但是实际上所有的机制 都是由校长发动的 譬如说原则上来讲 我开始对这个老师启动调查 我开始把他送到教评会 我开始到教评会以后 校长是当然主席 就是法律规定的 其实他有没有左右 教评会决议的能力 大家心里都明白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甚至教师组织常常 因为其实哪个老师不是任 说实在的不是家长最清楚 也不是校长最清楚 老师最清楚 同才最清楚 我们自己都不愿意 把小孩给谁教的时候 大家心里就明白了 但是我们很负责的 都会把这样的老师 也拿出来检举 希望学校能够处理这样的老师 这样对我们的形象 也是一个提升 但是我们往往发现的情况是 校长不愿意处理 这个是我们有点困难 甚至是校长愿意处理 主管机关不愿意处理 他可以找民意代表来后干嘛 所以这一点 其实我们一直主张说 有没有可能成立一个公正的机构 让专业人员能够过半 然后说了就算 你不要再来跟我 关说东关说西 越少人负责的 其实就越难处理 越多很多人力影响的东西 大概是这样 听起来校长他是有实权的 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很麻烦 自己肩上也背负了压力 就变成所谓的鸵鸟校长 躲起来了 我们一直在提到这个亲师关系 最好是像合作关系一样 像安逸你觉得 怎么样的沟通方式最好 然后最有效果 其实我自己的想法是说 就第一个我们要站在对方的立场去想 所以我自己的习惯是说 如果我觉得有一件 蛮重要的事情 可能要花一点时间谈 我通常是会先写在联络簿上 或者LINE 如果是LINE群 比如单独LINE给老师 可能我有一个主要 主职的议题是什么 我可能需要多少时间 比如说可能要跟老师 谈个15分钟 我什么时候打电话给你比较方便 就是写在联络簿上 我觉得你先尊重对方 然后大概告诉对方你要谈什么 让对方有个准备这样子 那我觉得通常来说 老师的反应都是正面 都会说那我几点到几点可以 你可以打给我 那第二个就是说 我觉得家长有时候要站在一个 比较超然的立场 因为像我的孩子也会发生问题 老师也会跟我抱怨说 小孩最近的什么状况怎么样 那通常来讲就是 我觉得家长不用有一种防卫性 是觉得说你一跟我讲我就很丢脸 觉得说好像我的孩子犯了错 是我没有教好他之类 好像老师是指责我 是不用 因为我觉得老师跟我们 是站在同一个立场 要把孩子教好 所以通常如果是 通常我的状态是 老师如果反应给我 孩子有什么状况 那我第一个 我会先相信老师 那当然你回来问孩子 孩子有时候 有时候讲话是跟老师相反的 好 这个时候 其实我自己会先相信老师 然后但是我会站在 就是小孩的立场 再去跟他谈 那有的时候 如果孩子提了些 什么样不同的地方 我再去跟老师谈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 我觉得这个东西一来一往 就是家长你要 不要被孩子蒙蔽 某些时刻是需要这样 再来当然我觉得 老师也要放宽一些心 因为我觉得大部分 很多老师真的很容易 就是说 一下子就感觉很防卫 就是他觉得说 你好像就在指责我 挑错 我觉得我教得不好 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 就某些时刻 我们跟老师沟通 有时候只是因为 孩子真的有一些特殊的 学习状况 我们看看是不是能够协助他 有时候老师真的就是 会让我们觉得他好难沟通 对 尤其是 就好了 有一点 优优独播剧 exports 有时候 它是一期目的 在家长面有养